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最近有了什么新的成果 我正在研究神秘的火 火 没错 火是物质燃烧过程中散发出来的光和热 是能量释放的一种形式 从远古时代 人们就认为火非常的神秘 常用火来驱邪逼鬼用 哦 我倒是经常用火来烧菜煮饭吃 不要打岔 随着我对魔术的不断深入研究 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被点燃了 怎么可能啊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燃烧的 冰块我都可以让它燃烧 还有什么不可以呢 真的假的 水都不能燃烧 更不要说冰块了 就知道你不信 这就把我新研发的魔术给大家表演一下吧 哇 正适合它冷一颗啊 不要闹 这可是我的魔术材料 好吧 冰块到底能不能燃烧呢 当然不可能了 我认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燃烧的哦 这个神圣的使命就交给小朋友来帮我完成吧 Oh my god 这冰块怎么烧得这么旺 那是因为我现在了解了火的真谨 只要我愿意 什么我都可以点燃 Beta 你想不想变成烤熊啊 Honey Honey 你就不要吓Fight了嘛 嘿嘿嘿 难得有机会吓他一下 乐儿 想知道冰块是怎么燃烧的吗 非常想 好的 做就揭晓谜底 这都是什么 这烧杯里的是酒精 试管里的是乙酸钙 它们都有什么用 乙酸钙溶于水 但却不溶于酒精 把乙酸钙溶液放到酒精中 就会自动吸出乙酸钙晶体 看上去就像冰渣一样 原来从冰箱里拿出来只是个广子 并不是什么冰块 没错 魔术嘛 一真一假 而且乙酸钙溶液在吸出时 把酒精包住 形成了非常像冰渣的冻胶 乙酸钙溶液里有这么多酒精 当然就非常容易燃烧啦 原来是这么燃烧起来的 小朋友 现在你明白这个魔术的原理了吗 如果想尝试的话 一定要在监护人的看护下 才可以用火哦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来到魔术小舞台 喂 你还这么精神 这么热的天 我都快要热死了 感觉活不下去了 持续这么久的高温 除了自然原因 许多科学家认为 这和人类的自身活动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哦 人类都做了什么 人们砍伐大量树木 向地球排放大量有污染的废气 直接都可能破坏我们的地球 造成温室效应 让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 不要啊 这样下去有一天 我们说不定会被热死的 是啊 由于这几年地球温度越来越高 北极南极的冰山 都开始大量的融化 Oh my god 我的北极熊远金 起步这很危险 大量冰山融化的水 会抬高海平面 我们的居住地也在缩小 天哪 我们起步这也很危险 是啊 为了倡议保护环境 今天我就给大家 来一个北极冰山的魔术吧 那太好了 嘿嘿 这就是缩小版的北冰羊 诶 这是什么 这个嘛 就是我们的缩小版冰山 哦 然后呢 然后有请小朋友 帮我们把冰山放到北冰羊里吧 哇 真的像冰山一样 浮浮沉沉的 嘿嘿 真好玩呗 怎么样 我的迷你北极冰山不错吧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小朋友 你想到了吗 嗯 哇 真的很有意思呢 伯 这浮动的冰山是怎么做到的呢 呵呵 解密一刻 你以这就为大家揭晓 首先烧杯内的液体是专门配置的 在清水里倒入少量的小苏打和柠檬酸 搅拌均匀 制成混合溶液 小苏打和柠檬酸 为什么是这两个 因为小苏打和柠檬酸 正好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二氧化碳气泡 可以使溶液上下翻头 好像明白了 对了 两个小冰山是怎么做的呢 嘿嘿 它们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只是普通的蟑螂丸而已 哦 那为什么要用蟑螂丸做冰山呢 蟑螂丸的密度稍微比水大一些 这样本来蟑螂丸是可以向下沉的 由于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不断上浮 浮出水面 相互作用下 使得蟑螂丸在水面上不断运动 就像冰山在海上浮沉一样了 原来是这样 小朋友 你学会了吗 我们在学习成长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 爱护我们的环境 如果我们的地球环境越来越顿劣 不适宜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 学再多的知识也没有了用处 你觉得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 最后一天更好 我们的地球益 这个地球益 那不是这个地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